卫福部次长王碧胜虽然出国度假 但是为了瘦肉筋的事件 他还是在发了一篇文 他说他要还原一下审慎评估是什么 因为从2月2号下午时要收到台中市政府通知 但没多久台中市就发布了新闻稿 这让当时的他们以为是刚宴出就发布 所以当天晚上的记者会才会提醒要审慎处理 并请媒体问一下为何要急着发布 但之后随后讯息资讯越曝露越多才知道 台中已经闷着陶处理了两个多礼拜 而让他无法理解的是 如果真的这么重序许安 那么从严从即不是应该验出马上就发布吗 但是台中为了要求慎重 从1月15号搞到2月2号 比法定让厂商申请复验的15天还要久 这期间还验了22次 把整盒肉验到剩下一点点 等公布之后才送到食药署复检 王碧胜也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在2月6号下午 桃园也抽检到疑似有异常的状况 但是随即立刻通知了食药署 并且将检体送到了食药署复验 后来才确定是阴性没有异常 中央跟地方合作为人民把关 实案应该是这样吧 也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扰动 王碧生还强调 随着全国各地数百件的检验 陆续呈现阴性 指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检体 出问题是单一事件 不能排除检体的污染 我先前在脸书指出的五个事实 现在仍旧是事实 另外他还为自己澄清一下 没有躲媒体 早上是在飞机上面无法接听电话 下期之后就接受了四个电访 以及好几十通的电话 他的机票早在11月9号就开票了 这是王碧胜在脸书再次的发文 要做的澄清 事件发生之后呢 不管你看的任何的报道 会发现很多的毒物专家都告诉大家 西部特罗他的毒性特别特别的强 但现在政府官员却告诉我们 他们获得到的数据却不太一样 庶民请上车主持人张雨萱 他就批评 现在的卫福部次长王碧胜 居然选在这个时机点 私人行程出国去 实要署长吴秀梅 则是拼命的洗地护航 甚至就说 西部特罗其实没有这么的危险 张雨萱在节目当中情绪激动的怒向 吴秀梅好胆就把这些毒猪肉 统统吞下去 王碧胜现在心态就装死啊 装死啊 砸锅了嘛翻车了嘛 车子丢在电线场 造势逃逸啦 王碧胜 碧胜克哈到家 叫做造势逃逸啦 他现在就给你演出造势逃逸 不用弹额他了啦 直接让他下课了啦 你民进党政府哦 你还有点脑袋哦 直接把他fire掉 叫他不要回来了 战利帮他写的新闻 来西部特罗 台中市政府双轨峰回路转 没有峰回路转嘛 就只有食药署硬拗嘛 没有峰回路转啊兄弟 就只有王碧胜自己一个人 走坏路走到冰车而已啦 没有峰回路转 确定验出西部特罗0.01ppm 然后我们的食药署说 可以啊没问题大家安心吃 王碧胜多次质疑台中市政府翻车 要不要道歉 吴秀梅说0.02ppm很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王碧胜不是说0.001ppm就极限值了吗 他说可以检验出来的极限值是0.001 结果你吴秀梅说0.002ppm很低 那你给我吃下去 他说0.001的ppm 西部特罗完全没关系 做你吃 我们刚才给你看台大专家跟你讲说什么 非常毒 是莱克多巴胺的千倍毒 台糖 不用下架了把所有的有问题的肉品 送到吴秀梅家 让他自己吃 让他去吃鸡 吴秀梅给我吃下去嘛 闭嘴啦 酷什么行啊 你再帮王碧胜洗地啊 不要连家我 台湾的瘦肉精事件看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今年是龙年嘛 有没有可能用龙来造句呢 欢迎大家在聊天视团中写下你的想法 前立委郭正亮他批评说王碧胜的作为呢 他明明是卫福部的官员 却没有好好的为人民的食安把关 这已经是失职了 这种人就应该要下台 怎么好意思还不断的东撤西撤 王碧胜像这样的中央的政务官 本来就该下台了 因为卫福部第一个考虑不是产业 而是食品的安全 卫福部当然要守重的 就是民众的食安安全 所以王碧胜完全失职 你从这一次这件事啊 就看出民进党这个政府 他并不重视专业嘛 他用各式各样的政治的力量施压嘛 中央跟地方的卫生单位 竟然要彼此怀疑来怀疑去 这实在是很悲哀啦 因为大家都是学一样的东西耶 都是卫生专长的 结果现在因为有政治力介入 你还要疑神疑鬼 说我要不要交给中央 所以最后才在各界的压力下 变成中央地方一起验嘛 对 对不对 这个在别的国家会这样吗 我不相信啦 别的国家的这个卫福单位 食药单位 一定就是他不会受政治力干预嘛 这如果在别的国家就是 简体就送到中央 那中央的卫生单位一验 结果就是这样 那大家都不要讲话 对不对 哪有像你这样一个作为政务次长 第一时间就要讲东讲西 说卢秀苑身外高啦 有可能选总统啦 领导人啦 他就暗示说是不是故意用这个来搞赖清德啊 对 所以你就是这种语言嘛 光是你这样的发言 你这个政府次长就要下台了啦 只是解释再多 好像很多民众的怒气还是没有办法消 像是台北市议员李博弈 他就批评 王必胜的说法 简直就是荒腔走板 离谱到不行 到现在还死不认错 心中只有政治攻防 根本就不重视人民的健康安全 瘦肉精减出只有两种结果 一个就是有减出就是有 第二个就是没有减出就是没有 台中市政府有这么无聊吗 会给你造假这么严重的事情吗 不会嘛 第一个要知道台中市政府这回的实验室 是卫福部授权认证的 专业性以它的能力都是可以受公平的 没有问题 再第二个台中市政府也讲了 他业了二三十次 因为很多是一直都有问题 所以他们才很紧张的预防性下架 所以真的跟大家讲 这个是实验问题 希望大家注意 但是绿营的人中央的人 卫福部就是不听 就觉得有问题 好终于吧 四方验证 台唐卫福部台中市政府 以及第三方专业人士 共同直接摄影 大家记住这回验证是全程摄影 派有作假 结果是什么 有嘛 确定有瘦肉精了 那我们想说好歹 这个都已经确定了 连卫福部都承认了 是不是政府中央应该开始重视下 我们实验问题了 不是 出来继续 我没有错 就那一包肉而已 就那一包 这是一包还骗的问题吗 有问题就赶快查 你是卫福部次长啊 拜托帮个忙好不好 全台湾人民的健康安全 是操纵在你手上啊 结果你是这种回答 我只能说这叫荒腔走板 叫离谱啊 到现在都不认错 实验没有任何打折的空间 有问题就是误网误众 而且照如妈所讲的 宁言勿松 宁快勿慢 因为当你吃下去 真的发生问题了 后悔就来不及了 但很明显的 王毕胜次长 以及绿营的很多人士 他们心中还是只有政治优先 选票挂帅 人民的健康 等发生问题再说吧 民进党 绿营你持续这样做着看吧 我相信民众心中自己有一把尺 如果接下来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或者后续又发生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民众的怒火不是蔡政府 或者接下来的赖政府 能够承担跟负责任的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师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最后 Rafi尔益生菌 我希望你能保随 准备一下 输入推荐代码 速选择太阳 我听了 有阶段 大胆生菌